我们是深圳熊世纪 今天我们是坐在广州的ATM列车上面 坐久了深圳的地铁 发现还是广州地铁有趣些 可以看到外面的轨道 还有隧道里面的风景 我们准备要打卡的是叫做一条龙打边炉 它的特色是锅底花椒鸡汤 因为它五点才开店 没有办法 早到了我们只能找一家星巴克坐下来 好好的探一杯咖啡和茶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速至三连哦 比心 广州的天气真是热到吐雪 风也大 还好终于开店了 一进门就看到好多新鲜的海鲜 那我们今天肯定会点海鲜的啦 跟随生意师小姐姐的步伐 一起冲向我们的座位 当然少不了让你们先过目一下菜单啦 那我们今天没有点鸡但是锅底还是一样的花椒鸡主要是吃海鲜 等了没一会儿上锅底啦 金灿灿的锅底 先下这个花椒 浓稠鲜美的汤 闻起来真的是美味 满满的椒原蛋白 女生最爱 有女朋友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带女朋友去吃哦 浓稠鲜滑的汤 来一碗真爽 我们点的套餐里面就有四碗冰粉 它这个冰粉其实就是白凉粉 老规矩上面撒着山楂碎 花生碎 还有灵魂红糖酱 呀呀 把火锅的配料也上了 蟹柳肥牛 还有海鲜拼盘 有顺子鲍鱼牛肉丸还有鲜虾 白贝金菜和方便面 这个是金玉丝卷 吃起来有点像肯德基的香芋派 香酥可口 贴而不腻 虽然是炸的 但是一点都不油 心动不如行动 赶紧先下肥牛吧 建议大家下配料之前 先来一碗浓汤 记住那原始的味道 是的是的 我们还没有搞调料 香味多傻乎乎的以为只能干吃 反正调料呢 就是那普通打火锅的料子 大家自己看着配就行了 想吃辣的就放点辣椒 哈哈 赶紧回桌上去 免得被吃完了 哎呀 大小已经把烫好的肥牛盛出来了 这好方便我吃 烫出来了 看这个 这个是花椒 因为我们今天吃的是花椒鸡嘛 这个是花椒 它呢是满满的椒鸡蛋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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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可能是这个汤 中和的阶段 日的腥味 加一大碗鸡肉 肥牛 好啊 肥牛呢 它很滑嫩 很新鲜 没有那种冷糖 冷冬酒的那种味道 特别是包裹着这个花椒鸡汤的时候 整个一入口就特别自然 很清洁 下白贝拉 我们才刚开始吃没一会儿 店里就停电了 因为它用的是小煤气筒 所以呢我们还能继续打火锅 为了你们 我们拼了 再热都要坚持下去 接下来我们把海鲜拼盘里面的 所有海鲜都放进去一锅煮 花椒鸡锅底本身就非常浓滑 再加上海鲜 那简直就是一个字 鲜哪 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那股鲜甜的味道 嘿嘿 记得吃完这些东西 喝碗汤哦 别问我们是怎么拍的 问 就是打着灯 火石有点大了 可能蟹榴煮烂了 不过看起来还是挺美味的 广州这家店的海鲜是非常新鲜的 每一个配料包裹着汤汁吃下去 都是美美的鲜味 真心推荐 吃完之后就火鸡火燎的赶回深圳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素质三连哦 期待我们下期的主题 这餐我们吃的原价是443 但是用了券之后呢 只花了128 三个人吃得很饱很饱 这家店呢 在深圳也是没有分店的 只能在广州 才找得到 口味是很满意的 但是就是因为半途停店了 让我们非常的落魄 这期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